嗨 我是巨人 歡迎收看這一餐 煮什麼 OK 今天我要煮的是牛腩烏飯 因為上週我們董住院工作室出去玩嘛 然後那時候我們吃到一家 非常好吃的牛腩飯 超讚 超級好吃 它味道也不錯 但是 它的肉太少 所以今天我要追求它的味道 然後肉量會很多 OK 那我們看一下食材吧 需要的食材有 牛肉條 紅蘿蔔 白蘿蔔 太白粉 蒜末 洋蔥 砂糖 油鍋熱了之後 我們下我們的牛肉條 我都會先把牛肉條這種 給它先炒過 給它那種恰恰的感覺 有點焦脆焦脆的時候 再來炒 再來給它煮 會比較好吃 要不要跟觀眾說一下 你是用了多少個肉 我已經弄了 沒有 因為我這次牛肉條 我又想追求口感 而且外面吃的牛腩飯的那個肉塊就是比較大塊 所以肉塊大塊 它吃起來的感覺也不錯 我當時用素鐵鍋煮的一個 那個 羅宋湯 羅宋湯 味道非常好喝 然後牛肉條的那個燜煮啊 時間也不會太長 瞬間它就軟化了 所以素鐵鍋 跟一般的鍋差在哪裡 素鐵鍋它很重 這樣它能夠保留 吃它原本的鮮味 原本的原味 就可以保留在鍋裡面 香氣也足夠 所以我先用素鐵鍋炒肉 把這個肉先炒 炒到金黃色之後 然後再把我們的菜加下去炒 這些紅蘿蔔 白蘿蔔就可以吸收它的那個肉 味道會不錯 像我們現在 差不多炒到上色之後 我就會下點我的玫瑰鹽 稍微調味一下就好了 差不多焦脆焦脆的模式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給它起鍋 這個油就不用再加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炒我們的配料 那我現在是下洋蔥 這邊洋蔥是半顆的量 洋蔥給它炒到軟 好 我們現在洋蔥已經上色了 因為吸附剛剛那個牛肉的湯汁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蒜末 把我們的蒜末倒下來 幾顆啊 這邊的蒜末是八顆的量 我都會炒比較多一點啦 因為蒜頭多吃也是不錯 這邊不用炒太久 馬上就可以下我們的白蘿蔔跟紅蘿蔔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可以加一點點高湯 先加一點 給它拌炒就可以了 然後再加 為什麼加一次加 因為我現在怕湯底 裡面的底太乾 然後怕它下面燒焦的話 我就會先加一點湯 先給它稍微炒過 先混合一點點 對 先混合一點點 那也先讓下面的那個可以吸收這個高湯 因為我後面 全部都是用高湯來煮 那大家不用怕這個高湯太鹹 因為我這次買這個是原味的高湯 那我是用高湯包來煮 那它的味道比較清淡一點 不會太鹹 然後我們後面後續調味的話 就不用加太多醬油那些東西 因為本身湯就有味道了 對 本身湯就有味道 那食材的鮮味都會在裡面 好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把 所有的高湯就把它加進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我們的牛肉條 牛肉下來 因為它的牛肉條是需要長時間燜煮的 你越燜越久它越軟 嗯 那我們蓋鍋燜煮吧 先開鍋看一下狀況 哇 非常的香啊 香耶 我現在先來做個調味 先讓它滷啊 因為牛腩飯也算是一個 滷的料理 它會很濃稠 然後味道會蠻重的 同樣也是下飯料理 它就是蓋飯 對不對 吃到牛腩飯都是這樣 好 那我們這邊先下100cc的醬油 有了 這是醬油 好 我們下醬油之後 然後我們這邊下一點砂糖 中和鹹味啊 不要讓它吃起來太鹹 這個量大家自己抓 因為每個人的食材量不一樣 等它全部完成之後 我們再用我們的太白粉水 再給它勾芡一下 這整個會比較濃稠 濃稠感跟外面一樣的 OK 好 經過我們30分鐘 我們大概滷了30分鐘 來看一下成品吧 好的 好 模糊 這個蘿蔔好像已經透明了 捏一下捏一下 捏一下 啊 切就斷了 再捏肉一次 肉是沒辦法化開啦 肉是吃的時候會化開 那我們現在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加入我們的勾芡水 那我們就是慢慢的給它加入 好 我先加一半 然後給它攪一攪 這個東西就是 加進去之後慢慢的給它攪 攪完之後再給它再加一點 啊 你想要多勾芡都可以啊 看個人 每個人不一樣 有些人不喜歡吃太狗 OK 我的牛腩飯完成 OK 試吃時間 打歌快點 來吧 試吃一下我的牛腩飯 來 吃吃看入不入味 我是覺得很入味 紅蘿蔔 味道非常的濃厚 這個醬汁好好吃喔 好軟嫩喔 什麼軟嫩 哪一個 白蘿蔔 蘿蔔有爛掉啊 有 有非常的軟嫩 好吃嗎 配飯一下 入味嗎重點 寶貝吃吃看我的肉跟蘿蔔 先不要一直吃飯 那不是重點 我覺得重點這個醬汁很棒 湯汁很棒 對 你知道整碗最難吃的是什麼嗎 什麼 飯 哈哈哈哈 那個煮太硬是不是 沒事沒事 那多加點湯汁就可以了 好吃耶 湯汁會不會過鹹 不會 口味蠻重的吧 很好吃喔 因為算是蠻入味的 肉也是剛好的味道 那肉軟 夠軟嗎 夠軟 有 它滷很久是不是 我剛剛用 因為我們這次用的是那個鑄鐵鍋 所以我們剛才滷半個小時而已 沒有到很久 好好吃喔 我終於了解鑄鐵鍋的特別了 對不對 因為它的味道 不知道是我的鼻子夠黎明 它會有一點 香氣 它整個香氣會在裡面 香氣會鎖在裡面 一般外面在賣的會吃不出來 比如說洋蔥啊 這種很細節的味道 但鑄鐵鍋它的味道是會很明顯的出來 對 層次會很明顯 你吃的時候它的味道可能會分散 對 但其實鑄鐵鍋 你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食物的原味跟香氣 對 OK 我們來個評分吧 但因為我們今天評分是牛肉會飯 牛腩會飯 牛腩會飯 所以這個飯也要考慮在裡面喔 對 如果 像 肉質香氣 白蘿蔔 紅蘿蔔 整個軟硬度 適中 會不會過軟 過硬 剛剛好 就是飯 欸 煮飯了 100分的話 真的就是飯扣掉了 那種 西粉 OK啦 沒關係 那主要這次的料 牛腩飯這個料是OK的 牛腩這個醬汁跟它的肉 蘿蔔 這個醬汁真的是 太棒了 不會太鹹 不會太鹹 太淡 因為我會是很怕太鹹 不會 不會太鹹 OK 這很適合整個那個 湯汁這樣嚼起來 對啊 湯汁太少了 因為我是怕太鹹 所以沒嚼那麼多 湯汁還要很多 等一下可以嚼 而且這個肉量是比一般外面都太多 真的 因為我們上次去吃那間好吃的 它肉量太少了 好 那這次的牛腩飯 全裝 OK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哇 蘿蔔入味喔 好吃吧整體 嗯 就放了